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1998年发布的 算法的核心是支持基于内容的编码与解码功能 是对场景中使用的分割算法抽取的单独物理对象 去进行编码和解码的 这个我们解释一下 短短的一句话 一个概念 其实它在我们整个编码的理念当中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 那么在这种理念的作用下 我们说它的编码压缩率 或者说它应用的水平 有了明显的一个提高 这里面我们用基于内容 把基于内容这四个字 我们用双引号作为一个强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杠一杠二或者是我们的M节PJ或者是我们图像的节PJ 其实我们整个是对全画面作为全画面去作为一个编码的 全画面作为一个编码的 那么这样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么我们人眼其实有些时候是对一些对整体图片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能够看清楚 也就是比如说各位现在正在看视频 正在看我 其实大家更多的是注意到的是我的脸 那么可能对我的这个胳膊这些位置呢 并不关心 也就是比举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各位坐在课堂上去听课的时候 可能各位呢只需要注重两点 也就是大家的这个视频的落脚点呢 或者注意力呢放在什么地方呢 是放在了老师身上 老师身上 老师在讲台上左右移动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去看老师的身上 或者是大家会看PPT 会看这个投影仪上面的PPT 但是呢 如果我这位老师没有版书的情况下 其实老师后面的这个背景呢 大家可能都不会去看的 不会去看的 或者注意力呢 不会放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样呢 我们说就有了一点什么呀 还是我们说的可乘之机 那么我们只需要对 对这个老师 或者是对PPT本身呢 我们对它的压缩呢 少一点 而对我们后面的这个背景呢 我们对它压缩多一点 多一点 其实就是我们把整个原来的整幅画面呢 我们把它拆分成一些内容 或者是一些对象 我们对这些对象呢 进行一些有区分的一些编码和压缩 那么这种对象的这个概念 或者这种意识呀 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编码效率 那么第二点 这种对象的这种意识 或者是这种机制啊 对我们的应用呢 也尤为重要 我们说在我们后续的这个DVD当中 我们说字幕呢 可以随意的添加和删除 当然我们可以添加中文字幕 有的时候我们还有英文字幕包 我们可以进行任意的添加 那么字幕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字幕大小的变换 甚至于字幕字体的变换 字幕位字幕这个位置的变换 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编码 或压缩方式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说字幕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对象 那么可以去单独的进行一个处理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看电视的 这个各个电视台的台标 我们可以任意的去加这个台标 也可以把这个台标去掉 当然我们看直播的时候 可以把直播这个字呢打上去 如果回放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直播去掉 把回放这个字幕打上去 其实这都是我们说的一些内容方面的 这都是我们内容方面的这些叙述 或者这些应用 所以它的核心是基于内容的编码和解码功能 那么杠四标准规定了各种音频和视频的 对象的这种编码 除了包括自然的音视频编码对象以外呢 我们还包括文字2D和3D图形以及合成语音等等 那么这个文字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字幕 当然2D3D和合成呢就是后续我们要加到我们视频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真人秀的时候会加一些这个画外音啊 或者是加一些这个这些这个卡通的这些形象 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基于内容的一些 一些具体的实际应用啊 所以杠四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一种编码方式 那么通过描述场景结构信息 及各种对象的空间位置和时间关系等等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多媒体的场景 并将它与编码对象呢一起进行传播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个概念叫做多媒体 那么此时此刻的多媒体就是我们有一定的互动啊 有一定的人机交互我们才叫做多媒体啊 由于各个对象进行独立的编码 从而可以达到很高的这种压缩比例 同时也为在接收端根据需要对内容进行操作的提供的可能 适应了我们多媒体当中的这种人机的交互的这种需求 人机交互的需求 那么我们再多说一句啊 这种基于对象的呢独立编码呢 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压缩率 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它就是一个台标 那么这个台标啊 实际上从一开始到整个视频的结束 这个台标呢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所以你单个对台标进行编码压缩的时候呢 那只需要一个我们根据之前的内容 只需要一个癌针就可以了 或许任何的B针和P针其实都为零 都为零 那么就比如说对于老师 对于这个讲台上行走的老师 我作为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老师他不会说是这一秒和下一秒 这一秒穿一件衣服 下一秒马上就换另外一件衣服吧 或者说这一秒这个老师形象高大 下一秒这个老师形象猥琐 不会吧 这个老师他整个整个在整个视频当中 这个老师他的大的大的样子 结构身高穿衣等等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所以说他整个对对象本身 这一个人去作为一个 去作为一个变化对象的话 那么他中间的这些所谓的我们说残差 或者运动实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小 数据量就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其实我们说单个的一对一的这种服务 其实我们说他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而对整个画面去进行服务的时候呢 那整个这个效率呢就就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低啊比较低 所以这个呢也是他这个高压缩率的一个重要的一种原因 或者一个解释啊 那么在分类上呢我们说有合成视频编码 和这个自然视频编码这两类啊 合成视频呢更加容易 比如说我们的卡通图像 我们的这种合成制作的这些图片 那么这个呢用这个分类 用对象来编码呢更加容易 因为实际上他的这种卡通图片 它也是在电脑里面进行一些数据 数据的合成的 那么其实这种数据的合成就用一些简单的数据 就可以代表着整个这个合成的这个意思 只不过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这个一个人 他只需要去改变一个坐标 那么他的胳膊呢就会去改变 这个我们不必多说了啊 自然视频编码呢就是我们自然拍到的 实际拍到的这个画面啊 实际拍到的画面 那么他的技术详述呢 我们用这一页PPT呢 给大家表示出来 杠一呢采用的 它类似于我们杠 杠四呢采用的 仍然是类似于我们杠一的这种编码框架啊 也就是我们典型的三步 预测编码量化和我们的商编码 也就是我们的运动矢量和残杀图片 以及我们把残杀图片的量化 和我们运动矢量和残杀图片 整个量化完以后的这个总的数据进行商编码 也就是我们说的霍夫慢编码 他的这个步骤呢是没有问题的 是跟我们之前讲述的是差不多的 但实际上他的改进就在于什么 一个是基于对象的 另外一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提出了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像素精度的运动补偿技术 也就是说他这个块啊分的越来越小 分的块越小 他能够还是那句话 分的块越小 他能够找到的一样的 能够找到一样的这个 下一针一样的这个数据呢 就概率就越大 那么一样的数据越多 他的残杀图片的就是零嘛 找到的零的这种数据呢也就越多 所以他的性能呢就会大大的提高 杠四的标准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压缩算法 他是针对数字电视交互是多媒体应用的 所以视频监控等整个压缩技术的制定 制定的 所以杠四标准不仅仅给出了具体的压缩算法 他是对 针对数字电视交互是多媒体应用 视频监控等 等整合 即压缩技术的需要而制定生成的 MPEG-4 它的技术优势在于什么呢 传统的压缩编码方式呢 依照的这种理论框架呢 是没有问题的 利用了输入信号的随机特性 达到了视频压缩的这种目的 而没有 但是呢 传统的这个编码压缩呢 它没有考虑到信息获取者 主观的这种特性 以及事件本身的这个具体的含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刚才我举的例子 当同学们坐在课堂 去看老师上课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事件本身啊 它的重要点呢 在于老师身上 或者在于PPT本身身上 而对于后面的背景 至于这个你的这个教室里头的窗户 是窗帘是否拉住这些细节 或者是这个 讲台的这个侧端 是否有一个垃圾桶 或者是说这个粉笔 具体是放在 讲桌上的 还是具体是 放在了我们黑板的下眼 这些细节 实际上同学们是 绝对不会去观察到的 所以这个主观特性 或者事件本身 实际上对于我们压缩呢 是很重要的 而传统编码方式呢 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内容 简言之呢 我们说 杠四的优势呢 就是将图像进行的一些内容上的 对象上的分割 利用实域和空间域呢 对整个图像进行一个压缩 而非一视同仁 而非一视同仁 那么采用的对象的编码理念 所以呢 它就是对象的不是这种一视同仁的这种概念 那么在我们杠四的这个技术 想数当中呢 我们继续来看 MPEG标准引入了视频对象的这个概念 打破了过去以红块为单位的这种编码的这种限制 其实我们说红块 这个红块呢 也可能这个红块 它这个 呃 也可能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脸 这个红块呢 正好是跨度了 跨到了我们这个脸 和我们后面 黑板的这个背景当中 那么实际上 这个就对我们 其实我们想做的是我们人点 是一个主要的 对它这个对象进行一种编码 而对于背景进行另外一种编码 那么 钢四呢 就打破了这种红块 为单位编码的这样一个限制 其目的就在于 采用了现代图像编码方法 利用人眼的这种视觉特性 抓住图像信息的这种本质 我们说从轮廓 纹理的这个思路出发啊 支持基于视频内容交互的 这样一个功能 区别对待 而非一视同仁 这是我们钢四的 这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如果能够对 例如在视频画面中 经常会遇到相同的场景 不同的背景 如果对场景中进行分类 去并按照不同分类特点 有区别的进行编码压缩 将会给编码效率的 带来很大的提升空间 那么MPEG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的基于对象的 正是如此基于对象的 这种视频编码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钢四里头呢 我们已经很强调了 它是基于对象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象 VO和VOP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引入 那么传统的视频编码方式呢 我们将整个视频信号呢 作为一个整体 那么本身呢 不可分割 这与我们人类 去看这个读取视频呢 这个识别的习惯呢 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 杠一和杠二当中呢 我们是提取不出来 这种对象的 那么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去编码时呢 将不同的视频信息载体 及视频对象区别的对待 那么这里面我们不同的信息载体 我们就叫它就叫做VO 叫做VO 那么 即分别独立的进行编码与传输 将图像序列中的每一帧 看成是由不同的VO 加上活动的背景而组成的 那么VO呢 我们说可以是人 可以是车 可以是动物 或者是我们说人 的人脸 或者是人的胳膊 车的这个车标 或者是动物的这个头 或者是它的尾部等等 去干 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 这个VO的对象 那么VOP呢 是什么呢 就是视频 视频的对象的 这样一个平面 这样一个平面 其实VOP的感觉 就像是整个图 整个的这个图片 或者是VO 它所呈现出来的图片 我们叫VOP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是视频对象VO 在某一时刻的采样 VOP是我们杠4的 这个具体的视频编码的 一个核心概念 也就是我们把VO VO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物理概念 也就是实际当中 它是一个人 它是一个物 那么VOP是这个人 所表现在整个视频当中 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画面 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 现在我是一个人 那当然我就是一个VO 那么这个VO 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刻是这样一个动作 下一次刻是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和这个 这些呢 是我们VOP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当然 在编码的时候呢 是要对VOP去做 去进行考虑的 进行考虑的 那么VOP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形状编码 一个是文理和运动信息的编码 所以我们VOP是我们具体的编码 的操作对象 那么VOP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我们之前的一副单个图片 就好像我们就好像把我们这个人 这个像抠出来一样 那么这个像抠出来以后 我这个人本身所具有的信息是什么呢 当然我这个有这个空间冗余性 也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衬衣 整个是一个单色的 那么我要对它进行这个空间 预想的编码 那我的这个这个 衣服的这个花图案 比如都是一个相同的图案 那么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形状上的编码 那我的这个人下一个位置 下一帧的图片 我的这个人移动了一下 那么我就可以对它进行运动的信息的编码 其实这个VOP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我们之前说的一副图片 一副图片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那么接下来再看 那么VOP的原理图呢 我们可以给出 那么VOP实际上 整个图片呢 我们说是一个原始的图片序列 那么给出了具体的一些VOP 这些VOP呢 我们说有太阳一个VOP 有云朵一个VOP 还有一个背景是一个VOP 那么我们对这些VOP呢 其实这些VOP呢 最后对它编码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VOP了 也就是这个太阳 它到底具体怎么变 它的光影的强度 暗度的怎么变 这是我们对它进行具体操作 实现的一些编码 最后呢 我们对这些编码 对每一个对象进行编码过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融合 也就是数据最后融合以后呢 我们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图片当中 恢复到图片当中 那么这里面呢 具体这个融合是怎么融合呢 就是需要我们前一针的前一个VOP和后一个VOP 中间的这些所谓的运动矢量啊 残插图片呀 最后恢复出来的啊 最后恢复出来的 那么这个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啊 反反强调 希望给各位同学呢 有一个很深的这样一种印象 当然我们的VO当中 我们刚才说在编码过程当中 其实VOP啊 就是我们说的一张图片 只不过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把这个VO呢 抠出来的 把这个VO抠出来的 那么对它进行编码的时候呢 当然就会有我们的癌症 有我们的P症 有我们的B症 那么这里头由于是在VOP 作为整个图像的 作为整个图片的一个命名呢 所以我们癌症和P症和B症呢 我们又加了一个杠啊 I杠VOP P杠VOP和B杠VOP 那么它的这个核心的理念 或者说它的这个距离的操作步骤呢 跟我们之前所说的 癌症P症和B症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全景VOP 它呢 是用编码方式呢 是Sprite的对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Sprite的技术 Sprite的对象呢 是针对背景对象的特点 而提出的 我们看一下 背景全景图呢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紫图全景图呢 是这样这样一个 那么我们通过Sprite Sprite 就可以去合成一个全景的图片 全景的图片 整个的编码过程呢 我们跟着大家呢 跟着我过一下PBT 其实就可以了 一呢 先从原始图像中的分割出VO 然后对VO呢 进行独立的编码 最后呢 把各个VO的码流呢 合成一个位流 合成一个位流 也就是把VO生成 太阳 云朵 和我们的背景 然后呢 VO1 VO2 和VO3 对VO呢 进行这个 纹理形状和运动的 各个维度的进行一个编码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呢 合成起来 也就是此时此刻 叫VOP发生器 因为其实每个VO 最后它呈现出来的 是以VOP呈现出来的 所以VO发生器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融合 得到融合以后呢 我们进行MPEG-4的 码流的一个输出 码流一个输出 那么 这就是我们 杠4的整个 这一小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一张全部的内容 谢谢大家